所以又不想要被打擾 所以又不想要被打擾 然後又想要接到訊息 所以不想要被打擾 所以現在就是 所以不想要被打擾 但是又想要接收到重要 所以不想要被打擾 又想要接收到重要訊息 所以我創立了一個開影像工作室的官方LINE帳號 這樣子就可以解決我剛剛幾乎所有的問題 不解決我們 所以又想要 所以又想要 我